法国巴黎塞纳河畔民众开心举席 盛大庆祝距离巴黎奥运 只剩下一年的大日子 而拥有八面奥运金牌的 雅买加短跑名将闪电波特 惊喜现身 更让现场一阵欢声雷动 波特手上拿着的香槟金色奥运火炬 长70公分 重约1.5公斤 以对称造型象征平等 下半部的水波纹造型 则代表巴黎奥运和水的关系 还有圣火船地将跨越大西洋 印度洋与太平洋 奥运进入倒数一年阶段 位在巴黎北部的选手村 也正如火如土赶攻中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前往视察 除了沿用东京奥运的纸板床 保证能让选手睡得舒适 为了应对夏季高温 主办单位也另有巧思 巴黎选手村建筑物内不装冷气 而是靠着屋顶氯化和地下水管线系统 达到室内降温效果 因为这次巴黎的目标 就是要办一场史上最环保永续的奥运 在让全世界为巴黎奥运赞叹同时 也要传递出爱护地球的用心 华氏新闻的Ring编译 哈喽 我是谢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码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